深血管疾病向來都是都市人的模型殺手 巴打台現特設免費檢測深血管硬度服務 可以有助及時發現深血管異常情況 能有效避免中風及心肌梗塞等多種恐怖疾病 有興趣參與的人士可於辦公時間內親身到巴打台地址 九龍青山道654號浪圖大廈15樓A室 或者致電查詢熱線5537-9521 北上港深 講大陸東西吧 講一些我認知熟的大陸東西 六個行 台灣一間很出名的珍珠奶茶店 黑糖珍珠奶茶 在大陸很紅的 其實不止大陸在很多地方都很紅的 叫做令和第一紅 為什麼說他呢 因為在2017年 他就在大陸註冊 2018年就被駁回 註冊接著駁回 全國北京只有一間六個行 當然不止 四周都有 在哪裡都有六個行 台灣很多地方都有 就是為了喝一杯黑糖的珍珠奶茶 嗯 一間的北京的正牌的六個行 但是有97間都叫六個行的冒牌公司 還招收加盟店 加盟的費用還是收120萬人民幣 即是136萬港元 但是六個行從來都不接受的 不接受 加盟 只是他自己開店的 那你說 現在大陸究竟發生什麼事 講知識產權 珍珠奶茶這件事 由台灣傳到中國已經很久了 但是呢 由十幾年開始 十年前 十一二年前左右 真正在大陸大紅 很多的品牌 很多的成 有些說車胎做護員都有 即是那些珍珠 我們不講這些 是不是真實 因為我不知道 但是我不懷疑 是有的 當時我認識一個年輕人 不關六個行事 他就 有些人招收加盟店 你要去學習 他就給五千元 那就去上三日堂 三日堂 因為他的公司不是全部都有的 你們怎樣去呢 就在淘寶那裡 很多會登這些廣告 招收加盟 網上各樣東西 你看到 你打電話去諮詢 或者你網上諮詢了他 然後你坐火車去他那裡 當年呢 說十年前左右 十年前左右 十一二年前 就要五千元 五千元呢 他就包你食宿 三日 那你就學會 怎樣沖珍珠奶茶 也都學會呢 啊 怎樣做法 那麼他就設計了些東西 跟著加盟另計 那麼當時的加盟費 這些這樣的呢 就是不知名 當然不是六個行啦 不知名的加盟店呢 大概是收八萬八 一間 因為那時候 舖租個東西都沒有那麼貴 跟你搞 然後他的貨量 都供應了給你 你做 但是你來學習三日 他包你食住 就收你五千元一個人 這樣就去開班 而這些 其實都是山寨 其實全部很簡陋的 當年 你來 租了一間 雙住兩庸的地方 有兩間房間 一間房間 你來 然後每一天上課 教你怎樣做 教你怎樣做 如果他跟你訂完材料 他就賺了你的錢 那些原材料怎麼來呢 當時是因為深圳 就是見識過 在布吉是大把 跟著他賺你的差額 如果你有興趣加盟的 那就另計 但是很多人 基本上連加盟店都不給 不給怎麼做呢 學會了 自己開 不用加盟的嘛 一間店頭 怎樣來怎樣來 網上找貨 但是呢 也都有一些人 他是怎樣呢 他花了五千元 學了你這一套 學了你這一套 然後拿了你的 所謂的 烤士 然後 他又再 copy你 翻版你這一套 他改了自己家公司的名 然後就 又是收五千元 又朝收學生 走來加入 遍地開花 這些公司 如雨後春順 至少賺了你的學習費 你來瞭解 都要給我五千元 我包你吃著幾個錢 反正租了一個地方 當年我知道 那位老友 就是六千元 租了一個一百平方的 在深圳 一千尺 大廳 坐在那裡 一行椅 電視機 在這裡做 兩間房間給人 自己住一間 搞定 如果一個禮拜三天 如果一個禮拜一個月 有十人八人來 多高利潤 遍地開花 全中國 四周圍都有 跟著 除了網上之外 開始大家進化 進化到怎樣呢 就淘寶 所有的資料不用了 淘寶可以下載 可以買到 而你做這個珍珠奶茶店 所有的用具 所有的資源 直接不用去市場買了 大家都可以 在淘寶買光 很便宜的 現在六個行 就是這樣的情況 很多人 我認識一個年輕人 當年年輕人 現在都差不多三十六歲 他就找到 六個月 六個月裡面 他找了十幾萬 除了他的生活 皮肺正執 跟著他自己就開 才開第一間珍珠奶茶店 才開第一間珍珠奶茶店 在平湖 一直做下去 這幾年沒有聯絡 但是 大陸就是這樣 六個行 註冊的 四周圍 現在呢 連六個行 的菜單 跟你印到一模一樣 即是我Copy了你原裝正版的 然後呢 我有份菜單 把這個菜單 價錢 全部呢 在網上呢 是可以跟你做 做到一式一樣 還要給六個行貴一元 而招牌設計 可以做到完全一樣 中美貿易戰的情況下 中美貿易戰的情況下 你就可以看到 到今時今日 什麼叫做知識產權 什麼叫做資本運作 完全一點都不一樣 當然啦 衝法 永遠大家都有條方 根據報導 就是說 因為 六個行的一個品牌 它不能夠做壞自己的品牌 所以它的用料各樣東西 包括黑糖 包括茶葉 比較注重一些 所以有些人說 喝六個行的那些 茶味濃一些 還有入口的口感 比較滑甜 但是呢 那些冒牌那些 其他品牌的六個行 就不是那一回事 但是還要貴一元 但是這個套餐 在淘寶是大量可以提供 對於所有進入大陸的 做生意的人 外來的人 究竟有什麼保障 而 竟然申請一個商標 一年之後駁回 是不給你 六個行 大家現在在搶假商標 假商標跟它在搶 共有189間 包括廣州六個行 餐飲有限公司 安徽六個行 國際品牌管理公司 你說 有189間現在欠六個行的商標 如果 如果 隨便一個 國內的爭贏了 六個行 就變成了武牌 但是 它是第一個 在大陸 用六個行招牌 做生意 和註冊的 這個就是所有的廢截所在 做北上廣深 有時候對一些 新聞有些觸動 或者自己曾經在大陸有些經歷的 想講一講 知道 現在 好像很小事 小事 大陸無日無日 但是 什麼叫法治 套用我們香港 現在 面臨的 壓力 你就明白了 為什麼 香港人 不信大陸那一套 我們不可以 整天都還在講 G2000啊 什麼什麼 而是 剛剛 就發生一個活生生的例子 現在打中美貿易戰的時候 大家都講 版權 保障 怎樣 在中國大陸 能夠得到 一個公平的審訊 都不可得 做到這裏 拜拜 JW 災物海裡